哈囉 三立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黃明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ey 四葉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區友 何念思 我喜歡一首歌叫《飄向北方》 是關於北漂的故事 我就覺得那個音域蠻高的 因為立皇哥應該蠻適合唱的 然後我就私訊他 因為剛剛有微信 就私訊他問他有沒有興趣 就一起來合作這樣 然後結果沒想到 他馬上就答應了 我以為他要大概考慮三個月這樣 可是他就答應了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 他也在大陸工作蠻長一段時間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港台的藝人 應該是說很多外來的藝人 包括大陸自己本身外地的藝人 都到北京去發展 然後有一種 就是一些比較離鄉的那種心情 還蠻重的 所以可能立皇哥也有那個共鳴 所以他就答應我吧 我猜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合作了 很棒啊 他把它弄得就是變成女生的感覺 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是很Man 現在我覺得還是秘密啊 因為這個還不能透露 商業機密 對 暫時還不能透露 因為他上一本寫真 他有發現過寫真 對 雙人寫真 是比較走髒的東西 不是那種 乾淨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髒 是那種比較頹廢 對 比較頹廢 對 一些暴力美學的東西在裡面 對 對 然後希望 欸 欸 欸 你講 講錯話了 你好像你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 這邊不要走 這邊就不要 對啊 而且就現在很辣 很痛 然後 一直 為什麼會很辣 因為我 要久了 因為我貼那個消炎的 然後剛剛其實上台是這樣 一拐一拐一拐 因為我很喜歡泡澡 他在裡面做空中瑜伽 我可以教你喔 沒有提到 拉不到筋骨 而且拉到腳踝 每次一去工作的時候 我就把我每次 自己在房間累積的想法什麼 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所以其實上桃子姐的節目 非常輕鬆 因為他 很會 就是帶 帶領新人 然後就是和他 合作的感覺 其實非常舒服 對 我會做一個旅遊節目 就 怎麼樣呢 就去日本的每個地方旅遊 然後身邊每一集 都帶著不同的AV旅遊 去旅遊 比如說要去泡溫泉 都是自己爽的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做節目要自肥 對 不同年代的 我們有些從小看的是 那個年代不一樣 對 現在又不一樣 還有中期的 謝謝 我不想在這裡 好奇怪喔 失了 是 私底下 等一下要泡咖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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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